嗨,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张乱来 欢迎继续观看视频系列《青出猛脏那些事》 在上一期视频里我们聊了聊聊金元时期的女真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明朝建立之后的发展变化的情况 我们把这期视频取名叫做《北进与南撤》 因为我多写了一些文字,做的视频内容会比较长 所以我打算把它分成上下两期来播出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上期北进 下次我们会去聊下一期南撤 我们在以前的视频中介绍过了 到了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的统治之后呢 明朝选择在东北地区设置一系列的机密卫所 来管理星罗旗部分布在各地的许许多多的女真部罗 但是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卫所也是一样 这些卫所有一个从无到有 从少到多逐步变化的过程 我们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表示明朝初年 在东北地区设置各个女真卫所的情况 这两个阶段呢分别就是 第一个阶段的是朱元璋开始尝试设立卫所 第二个阶段是从朱棣时期开始 大幅度的增加女真各地卫所的数量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阶段 朱元璋在位期间啊 蒙古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仍然是比较强的 明朝作为中央政府 对东北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的拉锯战 也在持续当中 由于战斗不断 治安恶化 这个时期来到明朝入共朝进的女真人的数量并不多 或者我们不如说比较稀少 那朱元璋一朝只来得及设置了五个卫所 都是在红武22年 也就是1389年设立的 这五个卫所中 有两个位于大兴安岭以西 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地区 有三个位于大兴安岭以东 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 那位于东北地区的又称叫朵延三卫 内蒙古地区的这两个卫所啊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全宁卫和英昌卫 这两个卫只存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被撤掉了 我们会在以后的讲座中继续展开聊 在这里呢 我们只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所处的方位 这两个卫所都位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 其中全宁卫啊 他是在赤峰市北部的 现在叫巴林左旗巴林右旗一带 英昌卫呢 比较有名 他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西部 就是克什克腾奇 那这个英昌以后再讲述到这个地名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的展开 因为今天重点我们聊的是东北 所以内蒙古地区的事我们等等再说 好来看东北地区的这三个卫所 这朵延三卫啊 他在设立之后存在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也就是一直到嘉靖年间 等到查哈尔蒙古从末北 也就是今天的蒙古国就是外蒙古地区南下 最后将朵延三卫毁灭 朵延三卫的位置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经常发生变化 我们只标出在朱元璋设立之初朵延三卫所在的位置 方便大家做理解 这三个卫所从北向南 依次是浮渝卫、朵延卫和泰宁卫 这个浮渝啊 上期视频我跟大家聊过 它其实就是女真的意思 或者用蒙古语叫做乌切特 它呢位于的是嫩江东侧的支流胡域尔河 也就是今天大体上是在今天黑龙江省的奇奇哈尔市一带 随后我们来看的是朵延卫 这个朵延卫蒙古把它叫做乌梁哈 清代的翻译叫做乌梁海 请大家注意 这里只是指林中百姓的一支 他和我们后来要提到的唐弩乌梁海 不是一块 这个朵延呢 或者我们叫乌梁海、乌梁哈都好 这个位所位于陶儿河流域的上游 也就是今天大概在黑龙江省新安盟的乌兰浩特一带 第三个位所呢是泰宁卫 这个泰宁卫啊 蒙古语又把它叫做乌牛特 明朝的史料里又因译成网流 那他呢最简单的说 他是来自于蒙古的东道诸王系 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弟弟们 他们的后代所领有的部落 这个泰宁 他的分布地点是在嫩江的右岸支流 陶儿河流域的下游 也就是上游是朵延下游就是泰宁 今天的大体的位置是在吉林省西北部 也就是吉林的白城市一带 那总体上我们不难看出 在朱元璋时期 明朝只设立了五个基民卫所 这个数量很少 还是很节俭的 但是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上台 成为永乐大帝之后 整个的画风斗边 朱棣是通过静难之意登上皇位的 随后呢他数次亲征蒙古 极大的巩固了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 朱棣啊极力拉拢东北地区的女真诸布 想要利用女真来牵制 仍然具有很强实力的北原蒙古人 朱棣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你蒙古人 要是敢从蒙古高原南下来攻打明朝 那我朱棣呢 就让东北地区的女真人 跨过大兴安岭向西进攻 套逆老朝 所以呢 范氏前来朝贡的女真部落首领 朱棣都把他们赋予官职 要么就授予指挥啊 签户啊 政府啊等等一系列官职 颁发给他任命的文书和官印 然后让女真首领呢 带着这些任命的文书官印和官服 回到自己原本的筑地 在当地呢设置猥琐 而这些女真人也乐于前来 他们来到明朝呢 也是有利可图的 带着自己部落的特产 比如说马呀 雕皮啊 人参啊等等 与明朝交换丝绸 铁器 布皮等生活必需品 当然了 明朝和女真啊 作为参与商品交易活动的两方 对此的解释是不同的 明朝这边的解释呢 说女真人是前来进贡的 他们是来朝贡的 觐见皇帝 并献上自己的一些土特产 那么明朝皇帝呢 嘉奖他们的忠心 奖赏给他们一些丝绸 布皮 银两 作为回报 其实女真人想的 可能会更简单一些 在他们看来 这个不是朝贡 这个就是一些做贸易之路 就是带着一些土特产 到明朝去做贸易 来换回一些 他们需要的商品 我们在明朝的历史中 会读到很多类似的例子 比如说明朝中后期 大同边镇的守军 就是在今天山西大同 它是长城在北方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 这个大同边镇的明朝守军呢 会给长城边外的蒙古部落 每年发一批银子 叫做碎赏 用于犒劳蒙古人 不派兵进入边境 闹市的一种奖励 就是你只要 今年你没来打我 你没有说带着兵 到我明朝境内来烧杀强掠 那我就把这笔银子赏给你 类似这种发放碎壁碎赏的这种事啊 这种事可以做 但说起来不好听 所以我们看到史料里 明朝就把它解释为 这是让 这是为了让野蛮不开化的蒙古人 对泱泱华夏的经济和文化实力 心生仰慕 那时间长了呢 这些蒙古人就会觉得 哇 他们就愿意加入到中华文明中来了 但是另一方面啊 这个蒙古人的解释就直白简单多了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蒙古原流 这个蒙古原流里明白白就写着 这就是汉人上交给蒙古人的保护费 所以就一个问题集中表述吧 当然了 至于岁上这笔钱到底该不该花 花的值不值 又该如何去理解 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开放式的问题 大家各自去思考好了 那毕竟呢 面对同一个历史事件 我和你的看法不必完全一致 那顺便这里就稍稍的说远一些吧 明朝中央政府在对待北方变换的问题上 至少表面上表现出的态度一直是很强硬的 这就受到现在一些狂热网友们的热烈称颂 有名一朝三百年里铁骨蒸蒸 不称臣不纳贡 不搁地不赔款 天子守国门君王守设计 我们在网上还能看到这些网友们说 这是明朝创始人朱元璋留下的祖训 是要求朱家的子子孙孙牢牢遵守的 其实怎么说了 这个网友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嘛 腰杆要直 拳头要硬 比如说现在的中美冲突 我们不要惧怕帝国主义的纸老虎 凡事要不卑不亢 有理有节 距离力争 不过不妨说一句 很可惜 朱元璋的确有留下祖训 给自己朱家的子子孙孙读的 这个祖训的名字叫做黄明祖训 但是当你翻遍了朱元璋的祖训 你发现里面并没有提到什么 不成臣 不大功 不割地 不赔款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很不幸他是后人杜撰 也就是网友们编造出来的 那我们接触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呢 难免带有自己的感情和喜好 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情感归情感 历史归历史 我们还是要把它们区分开来 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 看待问题 好了 我们把问题说回来 那么在永乐年间 就是明成祖朱棣时间 在松花江 嫩江流域 甚至更北部 女真的猥琐 就像雨后春水一样冒了出来 数量迅速增加 朱棣在位期间啊 东北地区设置了170个女真卫索 那比起前朝红武皇帝朱元璋的时候 只有五个卫索来看 已经数量是大大的增加了 但是这还不是最高峰 随后的几任皇帝 治下呢 这个女真的机密卫索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到了万历年间 达到了惊人的384个之多 也就是近400所 可以说成是东北地区的女真卫索大跃进了 既然这样 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 设置这么多卫索 有没有用呢 你当然是有积极作用 一句话 它的确能够帮助明朝 迅速稳定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形势 东北地区啊 在元朝是化规辽阳行省管理的 这是元朝的10个行省之一 那行省呢就是元朝的一级行政区 做一个生硬类比的话 我们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行政区 就是省市自治区 直下市简称就是省啊 那么辽阳行省的管辖范围 比现在的一个省要大得多 那比如说 元代的一个辽阳行省的管辖范围 比今天的一个省要大得多 那它包括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 还包括了朝鲜半岛的北部 对了你没听错 一会儿我们再聊一聊朝鲜半岛北部的问题 还包括了外东北地区 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那不难看出元朝辽阳行省的管辖范围 是多么广大的一片地域 而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之后 当然致力于恢复对前任元朝旧日统治领域的控制 其中包括东北地区 那明朝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很不幸 只能依托辽东都司这个军政一体化的机构来管理 辽东都司的治所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辽东汉人的人口和经济中心辽和流域 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在沈阳和辽阳这一小块地区 那它充其量只不过就是半个辽宁省那么小的地方 对于更向北去的松花江嫩江黑龙江流域 也就是今天的吉林黑龙江和外东北地区 明朝是缺乏强有力的控制手段的 只能通过册封当地的女真部落 设立机密卫所的方式来进行间接的管理 这也是无奈之中的办法 所以我们能看到谭祺香先生在这张中国历史地图集中 明朝在辽东都司更北的广阔地域里建立了许许多多的位 我只能举出几个啊 我们可以看到图中这些我用圆圈红色圆圈标出来的 比如说福山位啊托木河位啊等等 也是因为啊这些机密卫所的距离 离沈阳辽阳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 联系实在太过松散 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搞清这些畏所的详细名称和具体位置了 我们只能把这个问题留给专业的历史学家 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我们就不在视频里献丑 硬要不懂装懂了 只需要记住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就好了 就是明朝对东北的统治机构是辽东都司 这是一个军政一体化的一个管理机构 主要控制东北地区的最南部 汉人相对集中的辽宁省 当时他叫辽东 那明朝对于更北边的松花江 嫩江 黑龙江等地区 明朝他的控制策略是间接管理 也就是聘任当地的女真人 设立机密卫所来实施的 但是我们需要说的是任何一种制度都不是实权实美的 都是有利有弊的 这样一种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呢 它的弊端之一就是间接管理模式的效率不高 需要中央持续向边境的这些女真卫所输血 赏赐银两物资商品货物来获取当地部落首领们对明朝的效忠与臣服 这个当然的会给中央财政造成负担 或者我们用一句大白话来说 就是这种制度他能够通行的前提是需要中央很有钱才行 当然了进入到明朝中后期 这种管理模式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明朝陷入了系统性的衰落 中央没钱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像明朝初年那样大把大把的撒银子了 所以明朝在东北不得不进行大幅度的向南收缩 导致明朝对女珍珠布 进而对东北地区的控制也随之陷入了麻烦当中 明朝对女珍珠布 感谢观看